一辆轿车行驶在基隆自信二路上 来到基隆市警察局的前方 却突然失控向右转 压根没踩刹车 直接撞上门口的防撞杆 车头零件瞬间喷飞 这辆车就卡在防撞杆的前方 动也不动 举办远警被轰天巨响 吓了一跳急忙查看 忽然发现原来对方是酒驾自撞 警察无姓男子 失控自撞警察局大门防撞杆 酒测值为每公升0.90毫克 车头引擎盖整片变形 防撞杆也被撞歪 27岁的无姓男子全程散发 浓浓酒味 酒测值高达0.9 酒后开车竟还直接送上门 远警当场依公共危险罪逮捕 还外加一条毁损公务罪 经询问后 依刑法公共危险罪 及毁损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罪嫌 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基隆市警局的前方 虽然已经设有阶梯 但还是加装防撞杆 就是避免有心人针对警局 驾车冲撞攻击 会如此小心翼翼 全英今年3月发生在八堵分住所 一起男子驾车冲撞事件 我在办公室跟民众调解结婚 就听到碰一声 减性男子开着头来的小货车 就朝分住所值班台冲撞 当场造成远警一死一伤 担心被据重演 基隆市警局也针对所属的机关 加强防撞措施 如今不但派上用场 也让酒驾男子自投罗网 亦选从长安基隆采访报道